中信兄弟投手教練王建民 遭醫師王文哲控告 與他的妻子知名皮膚科醫師蕭家榮 有婚外勤而求床千萬 一審因離於時效而且證據不足 遭台南地院來駁回 王文哲不服再上訴 二審法官認為這些照片 曾被蕭家榮在廣告上使用 比較像是早安圖 因此駁回上訴 台南地院認定王文哲 已經超過侵權行為請求權之兩年時效 而且兩人雖然確實有互有通訊往來 卻無從認定彼此有何男女情愫 或親密交往舉止 判決王文哲敗訴 王文哲不服上訴二審 提出與一審相同的證據 台南高分院法官認為 雖然他的妻子蕭家榮 傳送的照片確實屬於清涼照 但早已在其他廣告或通訊軟體上使用 因屬公眾可自由觀看的內容 比較像是早安圖 而且兩人為一定熟識的朋友 對話紀錄 男人以違背一般社會常情 因此駁回上訴 前職棒球星張志佳在今年元旦的時候 驚傳促世在大陸的深圳 那他的告別式是在今天早上舉行了 而他昔日的同學跟隊友 在今天都穿著他在世界杯的代表號的這個背號 99號的紀念梯 來到了告別式現場 要送張志佳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前職棒球星張志佳 元旦在大陸尋存故事 家屬截獲二號 被痛得趕往大陸見他最後一面 並在議題火化之後 將他帶回家鄉 今天上午舉行張志佳的告別式 昔日同學 隊友都穿著他世界杯代表座 背號99號的紀念梯道場 宋章志佳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前面會用 前面會用他在健康山的影片 當然是因為大家會認識他 是因為棒球才認識他的 那我們經歷這麼一小小一段紀念他曾經 輝煌的棒球人生 好 轉換焦點來看到 藝人NONO去年遭到網紅小紅老師 爆料性侵還有騷擾多名的年輕女子 而事後有10名女子來提告 台北地檢署去年12月癥結 認為3名被害人指控性侵罪證不足 不起訴NONO 不過另外7名女子提告的部分 北檢因為無權管轄 而移轉了士林地檢署來偵辦 而士林地檢署日前也已經收到 北檢移轉的公文 在昨天將NONO列為被告 據了解 北檢移轉偵辦的7案 都已分別傳喚過被害人製作筆錄 而由於大部分案件因被害人指數內容具體 是以真字案移轉事件 因此事件偵辦中的7個案件當中 大部分是真字案僅少數人為他字案 而7名被害人的筆錄 各自相關事證 搜索NONO手機等數位證據 以及勘驗NONO身體器官特徵的資料 一併移由試檢接手偵辦 而試檢在11號將NONO列為強制性交 強制猥褻等罪被告 已指派附用保護專組檢察官偵辦 檢察官近日將再傳喚NONO調查 接著轉換焦點帶大家來看到 今天在網路上大家也說是 另外一則震撼的大消息 就是啦啦隊也就是樂天女孩成員 人氣女神林湘最近就傳出 她即將要離開樂天啦啦隊了 那對此林湘的經紀人力難還也證實說 現在的確是有其他的台灣職棒隊伍 正在密切接下當中 而且力難也說最近還傳出 有日本職棒啦啦隊接觸 而台灣職棒部分 則是以魏全龍最為積極 還是你來摸摸看 你要摸摸看 你要摸摸看 拉著記者的手 主動邀對方來摸自己的胸部 啦啦隊女神林湘不僅長相甜美可愛 還擁有傲人的好身材 人氣超高的她 今日竟傳出要離開樂天女孩啦啦隊 三年前林湘加入樂天女孩 一舉一動立刻成為大家的焦點 帶著滿滿笑容和活力應援的模樣 也讓她成為球隊的招牌女神之一 不過去年卻和同事樂天的球員 馬傑森傳出緋文 而林湘去年季後賽也沒有被樂天排上場 似乎和球團的關係有點微妙 雖然樂天不斷開架想要留人 但依舊留不住林湘 而林湘的經紀人也證實了 確實有其他台灣職棒隊伍密切結洽中 更傳出衛權龍最為積極 不過在日本也擁有高人氣的林湘 疑似也有日本的職棒啦啦隊 想要招攬她 林湘在樂天女孩的這三年 也曾到美國和日本等地開籌 不論是到日本發展還是留在台灣 林湘肯定都還是許多人最愛的啦啦隊女神吧 而如今傳出女神林湘 沒有和樂天桃園啦啦隊的續約 經紀人也出面證實了 有球團正在積極接洽中 而外傳最有可能是衛權龍 而這方面衛權龍也給了回應 林湘擔任樂天啦啦隊女孩期間 深受球迷的喜愛 是啦啦隊招牌女神 而且跨足演藝圈多元發展 但去年傳出飛聞 季後賽沒有登場 引起球迷的熱議 而收集期間 樂天桃園球員包含賴洪辰 轉戰台岡雄英 國言文轉戰衛權龍 傳出林湘也未與桃園續約 而對此林湘的經紀人莉娜就證實 確實有其他台灣職棒的隊伍密切接洽中 而台岡雄英回應沒有接觸 父母漢將也沒有接觸 統一師回應 目前球隊也從報導得知此消息 球隊會先進行了解其狀況 後續再一個方面條件整體評估 而據傳林湘已經跟衛權龍簽約 衛權龍的領隊丁仲偉則表示 目前著重戰力的布局 女孩名單會有小調整 會在一起公布 林湘傳出部與球隊來續約 而樂天桃園方面也有了回應說 目前還在積極接洽中 林湘加入樂天桃園隊後人氣高漲 跨足演藝圈發展 但是去年與球內的球員馬傑森傳出飛聞 頒表受到熱議 與球團似乎維持微妙的關係 而修記期間樂天桃園多位球員離隊 上演了全員出走 而外傳林湘也有可能離隊 經紀人證實有和其他台灣職棒球隊加接洽中 而外傳林湘不會續留桃園 樂天桃園也回應了 目前公司和林湘的合約都還在進行當中 也持續和林湘溝通新的合約 細節的部分就不變回應了 謝謝